对于早八党来说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早餐可以吃的又营养又健康呢 在营养又健康的基础之上可以达到减肥的一个目的呢 那其实便利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便利店啊 首先第一个它食物种类非常的多 第二个它真的很方便 第三个呢 因为里面真真的 真真正正有一些营养价值又高 热量又低的食物 那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可以怎么样做选择呢 那 那其实首当其冲的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三明治啊 因为三明治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啊 又有优质碳水啊 就是我们的面包 又有优质蛋白质 也就是鸡蛋啊 而且现在的便利店真的做的是非常的贴心 每一个多少大卡标明的清清楚楚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啊 一个成年女性一天的饮食建议量呢 是1500大卡左右 那我们早餐呢 摄取的建议呢 也是400到500大卡 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选一个三明治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三明治是275大卡啊 又有优质碳水啊 又有蛋白质非常不错啊 如果你喜欢喝咖啡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再来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拿铁 拿铁我们也都知道啊 是黑咖啡对上牛奶不加糖的情况下呢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我们不喜欢喝咖啡啊 有些人对咖啡因可能比较敏感 不喜欢喝咖啡 喝不了咖啡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搭配一杯牛奶也是可以的啊 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今天来给大家浅尝一下这个咖啡吧 好谢谢啊 拿到了我们的咖啡啊 加上我们的三明治 我们一起去吃一下吧 尝一下吧 味道到底怎么样 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来浅尝一下啊 这个三明治啊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能在家里做的话 也可以买点面包啊 这个煎个鸡蛋 弄点火腿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的话呢 其实我们来便利店啊 来一个这个早餐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 味道还是不错的啊 来一口咖啡 那如果 嗯 实在是不喜欢喝咖啡的 我们可以去选择牛奶 刚才跟大家也说了 那牛奶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呢 一定是去选择这种纯牛奶啊 一定要去选择这种纯牛奶 配料表里面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就是OK的 不要再去选择其他的 比如说 这个配料表里面有糖呀 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有一些可能会叫做早餐奶 可能给我们的一感觉就是它很健康 但是呢 这个早餐奶其实上啊 添加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乳糖不耐受 他没办法去喝纯牛奶 像喝酸奶 也是可以的 酸奶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是像 嗯 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的话就不要去喝了啊 因为它真的很甜 我不知道大家肯定都喝过啊 它喝起来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的甜的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白砂糖 那你要是喝了一罐这个的话 热量确实摄入了不少的啊 很多的 那么我们在选择酸奶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选择这种啊 就是这种 配料表里面没有白砂糖的啊 也是比较干净的 那选择这样的一个酸奶的话 它热量也是比较低的 一大的话 大约有100多大卡的一个热量啊 100多大卡的一个热量 那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早餐啊 这个三明治 200多大卡的一个热量 那也就是400多大卡的一个热量 既营养 然后热量也没有超标 而且吃的也会很舒服啊 那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去选择 街头上的一些油炸类的油条呀 比选择这些真的要好太多 那如果当然啊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价位啊 这个10块钱确实是 有那么一丢丢啊 稍微有一丢丢高 那时间允许 我们可以早起半个小时 自己在家做一下 也是可以的 那怎么样 去吃简单的早餐 怎么样去搭配 你记住了吗 当然跟这里 再大家说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做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在额外配一些水果啊 比如说蓝莓 蓝莓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蓝莓的话 它既可以给我们提供 非常丰富的营养 同时它的热量也不高 可以选择一些水果 来搭配的一起去食用 因为我们人啊 是杂食动物 吃的食物种类 要尽可能的去丰富 才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营养所需 那我们营养吃够了 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稳定食欲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早餐吃好了 营养吃够了 那接下来一整天 我们会活力满满 同时呢 也可以稳定我们的一个食欲 不至于说让我们在中午呀 或者是晚上啊 去特别渴望这个高热量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身体是特别松明的啊 当我们去渴望这些高热量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身体啊 我们的日常生活呀 饮食呀 这个压力呀 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啊 才会让我们去 或者是有些人减肥 可能是我们压力比较大 最近吃的比较少 我们就会特别去渴望 这些高热量的一些东西 那如果 我们吃的特别好 营养特别丰盛的情况下了 实际上是很少会出现 我们去渴望那些高热量的东西的 所以啊 一定要好好吃饭 我们去渴望那些高热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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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渴望那些高热量的东西